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业协同在公司内部的一个规划和项目推进 那今天呢我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公司为什么会在2018年提出自上而下的一个内部的开业协同 那么以及我们在19年20年呢当前的一个工作进展 那首先呢了解腾讯的同学大概都知道 就是2018年对于腾讯而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 那那一年呢我们面对了内部和外部很多的一个质疑和挑战 那比如说大家会挑战说腾讯是不是缺失了创新能力 挑战腾讯的技术能力 并且挑战或者说吐槽腾讯以安全保障为第一的一个封闭的开发环境 大家也会吐槽说公司这么多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有这么多的一个重复轮子等等 那大家都会觉得是说腾讯到底怎么了 那当时有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叫腾讯没有梦想 那当时就很尖锐的提出了腾讯面临的这些问题 那腾讯呢就是至于在28年呢 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外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总办非常有魄力 在2018年930的时候提出了930的变革 那从各方面去对公司进行诊断并进行一些变革 那其中呢有一项技术变革 就是成立技术委员会全面落地开源协同和自言上运 那么在自言上 在这个开源协同这边呢 就是主要是有三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一方面呢是说我们要做这个全面开源 全面开源 自上而下全面开源 如果不开源必须要经过VP的一个审核 那在协同方面呢会提倡这个技术协同 那不同团队不同业务的人 会在一起共同去打造一个基础的一个技术组件 那么我们把这个团队呢称之为一个Oteam 那么我们为Oteam的运作提供了一些工作流 并且成立一些领域技术委员会帮助这些Oteam的一个组件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腾讯提出了对代码文化进行升级 那么提出了新代码文化 那么通过新代码文化 全面的去推广和落地开源协同和自言上运 所以呢这个三点呢 其实在我们后面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就是我们一直是围绕着这个三个方向去进行 一个工作的一个推进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2019年的一个情况 那2019年1月呢 公司正式的成立了技术委员会 并且成立了配套的一个组织架构 来帮助我们进行开源协同的一个落地 那就是那在2019年呢 我们其实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在于是说就是我们前面技术委员会了 我们要做开源协同 但是对于广大的情绪而已 他们对于开源协同的认知是不够的 如何让开源协同这样的一个理念 能够传递给所有的开发人员 让他们认同并且去执行 那我们在文化方面 其实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我们通过吐槽大会 让技术人员汇聚到一起来 共同的去吐槽我们当前的一些 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给一些解决方案 并且呢现场获得技术委员会的一个 那个一个一个一个技术委员会的一个回应 那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技术周 让大家去分享自己的这个Oteam的一个技术站 来分享自己的Oteam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加大大家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推广 出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那么我们还会通过Oteam研讨会的方式 让技术委员会的VP级的委员们和开源协同的参与者们 就是面对面的去探讨开源协同 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活动的这种运营 让开源协同就是可以去成为开发人员 接受的能接受的一种文化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19年呢 还会一些进行一些基础的一些支撑 比如说我们在19年呢 有建立腾讯自己的这个技术图谱 让腾讯的员工可以在图谱上 找到自己想要的各种技术站技术组件 那我们也建设了这个马克这个技术社区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充分的进行技术的交流 然后营造公司的一个技术氛围 那同时呢我们为了帮助开源协同 小伙伴可以更快的进行开源和协同 我们会有一些文档的一些介绍 和一些组件的一些指令 那同时呢我们也跟HR的小伙伴 一起去建设了一个分层级的激励体系 分公司级Oteam 还有这个BG级的一些激励 那经过我们不断的这个开源协同的一个文化运营 以及我们项目的这种强力推进 那我们的这个19年 我们的一个内部开源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是很快的 我们一月份是百分之二十 八月份是百分之二十六 然后呢八月份开始就快速的一个增长 到十二月份百分之七十 那其实到今年的话 我们的开源率已经到达了百分之八十 那同时呢就是我们组建了55个这个Oteam 然后这55个Oteam呢分布在了基础的基础框架 然后DevOps以及各个业务领域 那么我们初步形成了开源协同的这个技术蓝图 所以我们在2019年 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在于是说 营造开源协同的一个文化氛围 同时呢推进大家就是快速的去把代码进行开源出来 并且帮助大家去组建55个这个Oteam 并且让这些Oteam更好的去发展 但是呢开源以及协同之后呢 我们还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开源的代码的质量啊 比如我们对协同项目的一个协同程度啊 所以呢我们在20年 基于19年面临到的一些矛盾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开源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打法 那么开源治理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我们建设的一套度量体系 那我们建立一套量化的这个度量体系 通过这样的一个度量体系 我们可以度量出公司各个开源代码的这个代码的质量 可以度量出我们Oteam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健康度 也可以度量出我们整个Oteam的一个社区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我们在代码质量这一块 那19年成立了代码规范委员会 我们建设了13种语言的代码规范 那我们呢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安全规范也进行了一个制定 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扫描工具 把这些不符合规范的或者是不符合我们安全的这些点都扫描出来 这些问题扫描出来会推给这个相关的团队去做一下整改 那么我们在Oteam的这个协同方面呢 也会去度量说跨团队的一个代码贡献 那么我们今年的开源治理呢 主要是通过这个三个方面 那么经过我们一年的一个推进呢 我们的这个开源治理的这个分数呢 从6月份的64分已经提升到当前的88.75分 那提升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那同时呢就是我们在协同方面呢 今年的最主要的做法是领域协同 那么我们成立了几个领域技术委员会 就AI领域技术委员会 前端技术委员会 还有测试技术委员会 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加持 对这个领域进行了这个顶层设计 更好的帮助这个领域的同学们去进行这个协同组件和协同开发 那所以呢我们在20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Oteam的这个协同的数目 已经达到了80多个 并且还有70多个在孵化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这个呢是我们过去两年多的一个开源协同的一个做法 那么我们在这个两年多可以说开源协同的一个深入度和我们的这个 其实深入度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的 我们一开始是统一思想 然后到全面开源开始组件协同 我们到这个开源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治理和全面进行开源的一个 全面的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协同 我们是在不断的就是深入的去做我们的这个开源协同 那这个两年多呢 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开源协同这样的一个工作 特别是内部的这种开源 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领域的事情 它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协同的事情 它更多的是一个整个公司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为开源协同去打造开源协同的一些文化 我们要去为它设定各种组织架构和各种这个OTM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规范 然后我们还要在技术上面去建设各个领域技术文汇 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去打造各个领域的这个OTM 那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这两年多我们一直在摸索 所以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下 我们就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在座的可以在线去探讨一下 内部开源的这个到底怎么做会更好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Thank you